SIM card 會 install 了 Basically 你可以上網 因為主要用 data 的作用 譬如這個 Google Map 你可以看周圍的路面情況 綠色就會上通 紅色就會見到塞車 可以自己 plan 你的旅程 另外 因為上網的關係 譬如你可以用 Internet Radio 譬如我選擇不同的東西 譬如我想聽一些懷舊音樂 可以找一些懷舊的電台 你自己按下去之後 基本上你可以聽不同國家的音樂 普通上網是 就是我 browse 其他網頁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這個未必做到更新 譬如你說其他 譬如CAMERA這些東西 譬如另外上網就有什麼好呢 譬如你說除了 這個是一個 剛才說的 Radio 又或者譬如你說 這輛車會有一個更新的話 我想看 settings 我會有一個 App Store 譬如將來會有些新的功能 我想加一個 App 進去 其實這輛車是可以 你放在家睡覺 可以自動會傳一個 App 給你 譬如你睡覺 已經更新了 OK 即是你們 OTA 這樣去更新 沒錯 你會看到譬如這裡 我們有 Control 譬如還有 Traction Control 或者一些不同的功能 可能 在香港有特別的 Traction Control 可以 over the air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即是你不需要說 我有新的 Update 就把車子拿回床 才做到一個 Update OK 插卡的位置在哪裡 其實如果 是插回一本 SIM 卡網絡 卡就不需要客人自己負責的了 基本上每個車交車的時候 已經會有一張 SIM 卡插進去 哦 那網絡費那些是不需要給的 我們包起來的 OK 頭四年都會包起來的 OK 頭四年 明白 剛才你的音樂那些 其實是你們自己Tesla的平台來的 還是還是連回其他互聯網上的平台 沒有互聯網來的 其實基本上都是 譬如你Internet Radio 譬如現在我們聽到一個 英國的 Go Radio Station 譬如你想轉的話 我想看回一個 德國的 Channel 叫 Channel 80 這樣就會變成德國的 Channel OK 相機那邊 其實它是可以做到實時的拍攝 即是當車鏡用是OK的 它沒有錄影的 只不過是給你 它只是一個 Back Up Camera 只是後面而已 前面就沒有 即是當是給你放分 不過你可以Stay On 因為進入後波的時候自己都會 哦 即是後波可以當是後波鏡用的 對 後波鏡 沒錯 OK 好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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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